店名崔鸡虎 也是老板的名字 有韩石厨师证照 之前在逢甲商圈卖过韩国鸡蛋糕 回韩国考过证照之后 再回来台湾代创业开了韩国料理餐厅 开店前已经有客人在后卫 没有预约到的人 崔鸡虎韩国料理地址 台中市北屯区大连路一段279号电话 0967337712营业时间 11点30分到14点 17点到21点宫休日 星期一 二崔鸡虎韩国料理FB 请按次 没有预约到的人 一到现场先拿现场后卫先填写吧 老板娘会先询问现场有没有定位的客人 之后就会安排现场后卫的 刚进来的座位状况 没多久就坐满了 大约20个位置 代位到后来剩一桌四人桌 然后现场后卫有一位先生 跟老板娘有一点小小不愉快 本来要外带 后来便内用座四人桌 位置不多 位置不多 店家安排上也是一门学问 尤其在假日的时候 当然希望满桌 像之前我们去韩国餐桌吃饭 开门前提早到 代位到后来剩一桌两人桌跟一桌四人桌定位的 店家先带我们后面的一对情侣 我们也是在现场等了一个小时才吃到 端看店家智慧的安排跟客人愿意等待与否的配合度之间的衡量呢 老板的厨师正照 跟门帘上的人物图满像的也贴的 最几乎韩国料理菜单评价很简单 五个选择 多找一些朋友来就可以来一轮了 其实还蛮想是大家推荐的腊炒鱿鱼猪五花饭 怕辣度只有我敢吃 后来知道其实可以调整辣度 而且平日只有限量四份烟 要再找时间来吃 辣豆腐锅一百九十美元附三样小菜和一碗白饭 汤底够味 肉片 豆腐 隔离 蛋 金针菇等食材也满满的一锅 吃的蛮过瘾的 还可以把白饭加到汤里是吸附汤汁更优 想念韩国美食的朋友们 先来这里感受韩国美味罗铁的 如果有泡菜可以加点就更赞了 酱烧猪五花饭210美元怕吃辣的推荐这一道 猪五花好多 每一口饭都可以搭配到肉片 酱烧猪五花调味刚好颇下饭 除了小菜还有附上一碗汤 韩式炸酱面140美元铺满洋葱炸酱 口味甜甜的 面体QQ 价格也划算 本以为玄他们会喜欢吃 结果他们最爱酱烧猪五花饭 韩国黑糖煎饼70美元 两个店家上菜控制的不错 就算是整天客满 也在我们差不多都吃完餐点了 就上黑糖煎饼 淡淡肉味香气 黑糖内馅甜度有感 忽每一桌都会点上一份 烫口又酥脆的煎饼马上咬一口 虽没有在釜山吃到的满满坚果 但是也是吃到现在没有办法出国的想念 蓝色起是IGBLU 119CHESC 延伸阅读TILDA 台中北屯韩国餐桌提供道地韩式家庭料理 像在韩国家庭餐桌上用餐一样 台中西区首尔饭桌首尔的早晨第二店 韩式饭卷 锅物和拉面 台中教育大学商圈美食 台中文字幕提供